各位弟兄姊妹早晨,我是方兆雄牧师 很感恩我能够在新的一日 和大家一起读圣经 我们从今天开始会用一个礼拜的时间 去思想主耶稣基督钉十字架的历程 今天我们一起看的经文是 马可福音十一章一到十一节 去帮助我们亲近神 明白他的旨意和祈祷 今天的经文描述主耶稣光荣进入圣城耶路撕冷 当中有两个场景让我们去思想关于主耶稣的 首先在一到七节 马可记载主耶稣吩咐两位门徒去这一匹路 在这个记载里面 我们读到主耶稣他能够预知事情怎样发生 包括那匹路区喘在哪里 那些人会有什么反应呢 以及门徒应该怎样去回答 当门徒遵照主的吩咐去做的时候 他们所经历到的 和主耶稣所预先告诉他们的一样 我们可以想象一下 假如你是那两位门徒中的其中一位 听到主吩咐你去做这件事的时候 会不会有些作难或者疑问呢 例如你入到村之后 是不是真的会找到主所指示的那匹路区呢 或者在解开那区路的时候 村民会不会以为你是贼 顺手牵牢呢 在回答人问的主要用他时 村民会不会真的认识 或者认同主耶稣 并且会放行呢 圣经的描述 好像理所当然的小时一冲 但是想心一层 门徒遵行主的吩咐 是需要对主耶稣有单纯的信靠 和忠心才能够升任的 回想回我们过往 在圣经里面学了不少真理和教训 但是能不能够按着神的心意去遵行 往往就是我们 有没有对神那份单纯 而且坚定的信靠 所以你会不会想起 一些神曾经藉着圣经提醒你的事 但是你未必敢去实行实践的呢 或者是因为怕别人的眼光 或者担心他人对你的质疑 不论是在家里面 在工作中 在侍奉和全福音上面 我们的确需要求神的圣灵 去兼顾我们信靠神的心 让我们可以过合神心意的生活 因为我们所信靠的主耶稣 也都是成就救恩的主 在8-12 节 主骑奴区进入耶路撒冷的场景 包括群众的欢呼反应 是应验了旧约先知 撒加利亚在他书上九章九节的预演 那里讲到 石安的文 应当大大喜乐 耶路撒冷的文 应当欢呼 看啊你的王来到你这女 他是公义的 并且施行拯救 谦谦和和地 骑着牢 周斯骑着牢的驱止 群众当时也都对主耶稣 有一定的盼望的哦 相信他就是要带来拯救 施行公义的那一位大位的子孙 至于之后所发生的事 是主让他们失望呢 还是他们让主失望呢 让他们一起祈祷 天父啊 感谢你 让我们在圣经的话语当中 能够再次思想主耶稣基督 钉十字架的经历 我们看到主耶稣的大能 我们也同样看到 门徒对主耶稣那份 单纯信靠和忠诚 的确会让我们反省 在生活的大小事情上面 我们是不是遵主的教导而行呢 天父啊 当我们看到圣经里面 形容群众的反应的时候 也都让我们反思 我们向神里敬拜 究竟是期望神 你去成就我们的心意呢 还是我们应当 谦卑地去成就你的旨意 愿神 你再次借着圣经的话语 去教证 我们的心灵 我们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的 圣明祈求 阿们 祝祷是奉主耶稣基督的